牛津瘋狂派對,女生被迫露雨 出過十三位英國首相 連哈里波特禮堂都要找他取景的英國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 成立四百多年來一直享負性命 只不過校內班天之叫子 就周不時都會闖禍、丟學後架 某次月中學院搞一年一度的基督堂先生太太派對 一向有一條規矩,就是不給拍照 十對男女接受連串挑戰 消息說早段氣氛都溫和些 都是自我介紹和趴在地裡扮下蟲仔 但很快就越玩越激,除了玩逆服 還要參賽者做有美動作 據知最後一關要跳脫衣舞 有飲出酒的高年級男生不斷叫參賽女生露雨 最後男的隨性戴褲,女的亦都被迫叛羅 據知女生事後不滿爆粗,但被台下的人撈回頭 事件傳出後,有一年級學生說 寄讀堂學院三年級男生,有大男人粗皮文化 經常借小蝦女同學 後方事後承認去年比賽也有同類事件發生過 多名學生將會接受紀律調查,不排除有人會被逐出 牛津學生報警說,比賽明年不會再搞 其實牛津生連不久都會爆下 好似他們傳統在五一假期前夕,直到天光就去跳河 05年有50個學生,不理警方勸搞到受傷入院 被當局評為不負責任,時候還要封一條橋 答案 答案 答案